喝鼠仔酒,感觉命都快美了,鼠仔酒不掩饰自己的外表,也不在乎任何人的承受能力,如同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化石,任何宣称自己百无禁忌的时刻,都应首先接受鼠仔酒的洗礼,那是种来自鼠仔的凝视,很可能只是和他打个照面,今后就咱也不会有烦恼了,如果准备不足,贸然相见,很可能刹那间就会陷入精神恍惚,即便被装在瓶里,也没影响, 对于第一次尽力的人来说,首先要确保自身心态的稳定,传言一旦完成这种邂逅,就会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沉淀,不用说别的,仅仅是打开盖子这个行为,似乎都需要深思熟虑,感觉一不小心就会放出被关押百年的游魂,这是地府用户才能享用的真品,属于阎王爷特条,里面收容着整个种群的灵性,一般的酒无法与他相提并论,只要上了餐桌,他就是风暴中心,再耀眼的菜品, 也只能沦为配角,作为酒中最残暴的王者之一,一般人很难在他面前站稳脚跟,更不用提全身而退,就算是能顶住视觉上的猛攻,往往也会再入口,之后迅速落败,很多人都从他身上得到了神秘体验, 当一阵热浪滚过喉咙,人会被迫再次演化,能听懂老鼠开会,怕猫,民间还流传说这玩意可是好东西,摸在身上只跌打损伤,喝进去可以驱风滋补,可遇不可求,有些东西带来的恐惧感需要想象, 但起码鼠仔酒表里如一,天然圣药的名头足够凶猛,所以一般不讲价,百度百科介绍,鼠仔酒除了能处理外伤,还曾被用于辅助做月子,据说可以防止产后风及各种月子病, 也许从他被创造出来那一刻开始,就注定了他的不平凡,毕竟其中精髓不在酒,而在鼠仔,有经验的人讲,不是什么鼠都能用来泡酒的,找了毛的不行,能睁眼的也不行,只有刚刚出生还处于粉红色阶段的幼鼠才行,符合标准的小鼠要先用酒清洗干净,然后马上进到高度酒里,浸泡时间越久越好,至于品种就比较自由,有人偏爱甜鼠,有人也会用家鼠, 但更多时候要看缘分,必须是高度酒,否则鼠仔可能会腐烂,人越老越精,酒越泡越狠,三年黄,五年红,十年网上的已成圣品,民间传说鼠仔酒有很多功效,能对抗衰老延长青春,快称野太烫僧肉了,有说能治烫伤,有说治刀砍,关于到底能不能喝的问题,连本地人也处于讨论之中, 关于鼠仔酒的历史,最起码已经有几百年,当然没人知道第一个把鼠仔泡进酒里的高人是谁,但他确实经历了长久演化,如今鼠仔酒依然活跃在生活里,不管是外用还是内服,他都拥有足够多的狂热爱好者,但从风味和观感的角度上来说,他最大的功效可能还是用来戒酒。 。